华为在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表自家作业系统 我们带来了华为的HomeOS 华为手机未来可从安卓系统无缝接轨转换 跳槽也势必会抢走安卓的市展率 我们HomeOS比安卓有更强的性能 更高的安全性 更强大的分布式的能力 和面向未来的全方形能力 受到美国禁令限制 华为手机用户未来可能无法使用安卓系统 要突破被封杀 华为努力发展自主系统 HomeOS不是只用手机 而是用手机器材料 HomeOS系统可跨平台应用 抢市站的企图心强烈 但中美贸易协商却又再次陷入谈判僵局 他们想要做一个交易 我不能够做一个交易 约定九月要举行的新一轮磋商 也可能会取消 但川普对华为的态度 依旧不友善 我们不会跟华为商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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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决定了 它比较简单 不可以跟华为商业 眼看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 华为的鸿蒙系统 也将开启新一代操作系统 争夺战 三连新闻陈思怀报道